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二 二十三条立法的原则之一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 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香港基本法和相关国际公约 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 第三 构成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行为 与正常的商业往来以及经济 文化 科技活动之间的界限是明确的 在港外国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活动将依法受到保护 需要指出的是 英国去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大量条款定义模糊 对执法部门授权宽泛 极易被滥用 英方应当摆正心态 正是香港早已回归中国的现实 停止干涉香港事务 同时反攻自省 不要搞双重标准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 中欧班列十年来不断开拓创新 线路从无到有 运力从少到多 开辟了亚欧大陆陆路运输新通道和经贸合作新桥梁 十年来 中欧班列沿途通关检查 愈发便利 口岸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国际运输规章更加规范 依托中欧班列 中国与中亚 欧洲的合作更加紧密 经济贸易更加繁荣 一大批国际贸易 智能制造 供应链服务等企业 在沿线区域落地生根 制造 商贸 金融 信息等产业持续升级 越来越多的欧洲产品走进中国百姓的生活 中国制造在欧洲更加受到欢迎 下一个问题 Next one please 当前加沙冲突持续延宕 加沙地带人道形势异常严峻 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 将所有的努力聚焦到推动停火指战 保护平民安全上来 中方支持一切有利于推动局势降温 缓解人道危机的外交努力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火 全力避免无辜平民伤亡 阻止加沙地带出现更加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Next one please 中方认为乌克兰危机长期化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那么此次穿梭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止战凝聚共识 为和谈铺路搭桥 我们愿意继续发挥自身的独特作用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 共享军国智慧 强征和奴役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 在对外侵略和殖民统治期间 对包括中国韩国等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犯下的严重人道主义罪行 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 不容否认和篡改 中方始终要求日本政府以诚实和负责任的态度 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 日方应当正视和深刻反省历史 以实际行动体现对历史罪行的忏悔和对受害者的尊重 并以正确史观教育下一代 只有这样日本才能真正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整体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方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的改革 使安理会更好地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职责 更好地应对当前重大的全球性挑战 我们认为改革应当切实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让更多的中小国家有机会参与安理会决策 把维护国际社会团结合作放在重要位置 通过会员国认真充分的协商 寻求最广泛的共识 达成一揽子的解决方案 改革应当让所有的会员国都从中受益 而不是服务及少数国家的私利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污称中方购买美国公民的敏感数据从事恶意活动 禁止数据流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受关注国家 是明显针对特定国家的歧视性做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政府一向高度重视保护数据隐私与安全 从来没有也不会要求企业或个人 以违反当地法律的方式 为中国政府采集或提供位于外国境内的数据 信息和情报 中方已经率先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 如果美方真的关心数据安全 可以公开支持中国的这一倡议 或者做出类似的承诺 我们要求美方停止对中国的污蔑抹黑 切实维护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与各方共同制定普遍性的数据安全规则 促进全球数据有序自由流动 同一后 中文化战略性的数据 当前南海形势总体保持稳定 我们认为有关国家开展海上安全合作 不得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 不得破坏地区和平 首先联合国 首先 联合国 我觉得是一个最广泛的代表机构 应当能够代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那么你提到安理会改革 我想大家都认可 安理会是需要进行必要的改革的 但是我想我们很难说 安理会只代表了常任理事国的利益 而不能代表其他国家的利益 当然我们可以 我们支持对安理会进行必要的改革 是发展中国家 中小国家能够更多的有机会 参与安理会的决策 中方是支持这样做的 但是至于具体怎么改革 我想可能需要通过会员国 进行认真充分的协商 能够照顾所有国家的关切 让所有的会员国都能够从改革中受益 那么多的一期前 我会建议应该是有机会的